林来风这几天也刮到对岸了 因为林书豪昨天在中国的行程是公益关怀之行 他跟弱势家庭的小学生开心的打球互动 随后记者会上林书豪说他很爱吃北京烤鸭 他还发明了很独特的零食吃法 就是吃烤鸭的时候要配蒜泥小黄瓜还有哈密瓜丝一起吃 林来风风哪里风到北京的J所小学里 林书豪九号造访北京小天鹅公益学校 跟弱势家庭侍女开心互动 或者在篮球场上带着小朋友玩起团体游戏 也在教室里亲手拿毛笔写下中英文的情分 永远信念鼓励同学们勇敢追梦 另外还送出签名篮球签名照和T恤留作纪念 第一次我还以为就是他肯定很难清楚 他说不上话 如果他来的时候我来说他特别好听 短暂回到饭店做自主训练之后 好小子下午在记者会现身 已经是第二次造访中国的林书豪 被问到什么东西印象最深 他大方坦诚就是北京烤鸭 他还说在北京餐厅里学到一招特别的零食烤鸭吃法 林书豪炎烤到现在已经半年了万一有一天退烧怎么办 林书豪说他一点都不担心 林书豪透露这趟中国行他带了两颗篮球随时保持手感 而且整个暑假其实都在自主训练 连一场奥运比赛也没看 看来林书豪传奇背后苦练绝对少不了 明星为你安威综合报道